在大韻歌和小彩妹的帶動下 台灣韻彩舉辦台灣英雄來奪金 公開抽獎活動 邀請東奧羽球男雙金牌 林洋沛抽出12位幸運得主 不過一上台 李洋就先被問到底身高有多高 176.6 176.6 網路不要再說他很矮 只是因為他旁邊的麒麟實在太高了 我每次都42.5路 177 我都直接講177 因為四十五路 號稱177 民眾每買一張運動彩券 其中10塊錢會溢注到國家運動發展基金 7年來以累計達265.6億元 林洋沛參與體育署冬奧黃金計畫等方案 也是受惠的運動員之一 拿下金牌後回國 其實真的受到很多朋友熱情的款待吧 就是送吃的啊 然後送禮物啊 其實我們真的是收了不少禮物 覺得大家真的對我們都很好 然後很熱情這樣 受寵若驚 那希望就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對 我們有點擔心隔離期間有沒有吃太多 我也很擔心 我也很擔心 所以我在就是有 就是長官他們有幫我準備在房間有準備飛輪 就是我只要吃太多 我就會自動的騎上飛輪 然後就會踩一個小時在這裡 王麒麟也首度透露 為什麼大家會看到醒筊的贏球姿態 我是想要捶地板 我不是想要趴下去 我其實是想要捶地板 就是覺得很激動 然後想要捶地板 然後他可能就是想要拉筋一下 我想要兩天殘小 兩人的默契好到連被問及 覺得人生到目前為止 最幸運的事情是什麼 都能同時愣住好幾秒 還又同時想到答案 結果當場用猜拳來搶答 我覺得還是選擇羽毛球 我覺得因為 因為羽毛球 真的我覺得不是 從中獲得多少精巧 而是認識很多人 然後讓更多人看到這個 運動的快樂 然後跟這個運動的魅力 我覺得對我來講 這才是我選擇羽毛球 然後並至今還在參與的一個動力 YES 不知別少人 YES 台灣運彩抽獎活動 共抽出242位中獎人 當中12位獎牌加碼獎得主 由林楊沛按下電腦選號 其中兩位幸運兒 因為林楊沛和郭信淳的兩面金牌 成為百萬得主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楊仁祥 陳國維 台北採訪報導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